腰酸背痛 腰酸背痛就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究竟是你不幸运,还是因为年纪大了呢?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它呢? 今天就快讲一下了! 你好,我是阿桑 记得开始之前支持一下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按旁边的小铃铛就完成了! 要讲腰酸背痛的原因 虽然你一定听过 不过也重温一下以下几方面 第一,我们讲的是结构性问题 我们的腰部和背部 由肌肉、印带、肌腱、骨骼组成 大部分人的腰酸背痛通常都是与肌肉有关的 这一类我们称之为急性肌肉的酸痛 如果你长时间保持不良的姿势 又或者是坐很久、看很久手机 长时间站在这里都可能会导致肌肉疲劳或拉伤 除了肌肉拉伤之外 腰背痛都可能与其他病患有关 以下讲的都是可能有的原因 第一,椎间盘突出 椎间盘是位于我们脊椎之间的软骨盘 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就是缓冲和保护神经 那什么事令椎间盘突出呢? 有可能是长期负重 或者当我们搬重东西的时候姿势不当 也有可能是一个自身的问题 即是背部肌肉比较软弱 它无法保护我们脊椎 最后都会有遗传的因素 座骨神经痛 它是一种神经疾病的症状 通常只会出现在单一边脚 会感觉刺痛、灼热、麻痹 或者感觉怪怪的 僵直性脊椎炎 这是一种免疫相关的疾病 可能会影响脊椎和背部 症状是下背痛、臀部、酸痛 甚至开始有僵硬感觉 有少数的情况下 腰酸背痛可能和心脏、肾脏有关 肾脏位于腰的后侧,接近腰背 如果肾脏感到疼痛 有可能不以为是腰背痛 讲了那么多原因 是时候讲下有什么预防和舒缓的方法 第一,保持正确的姿势 避免过度弯腰或者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 搬重东西的时候不要贪快 直接弯腰去搬 这样就会直接用背部的肌肉出力 尽量用腿部的力量可以帮手 第二,运动 定期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即是怎样? 走多几步吧 踩下单车、游下水 都有助维持肌肉的强度 第三,伸展 令脊椎保持柔软性 亦可以增强背部肌肉的柔软度 你可以试下以下的伸展动作 第一,平躺在软站或者床上 双手抱腿下背拉筋伸展 这样可以伸展到大腿后侧肌群 第二个动作也是 躺在到可以左右轻松摇摆下身 向左边或者右边都可以 下背拉筋伸展 有助于放松腰部的肌肉 第三,腹腹在软站上面 即是面向软站 双手由手肘开始慢慢撐地 习惯了之后 可以用手掌撐起上半身 下背拉筋伸展 锻炼腹肌 亦有助舒缓腰痛 我们还可以维持肌肉的力量和弹性 定期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可以强化背部和腹部的肌肉 尽可能维持一个标准的体重 因为过重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 所以保持正常体重也很重要 第五,一个正确的睡觉姿势 比如可以打平睡或者打側睡 这样有助于减轻腰部的压力 打側睡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可以放一个薄薄的枕头 在膝头阁中间 即是夹住它 尽量避免趴在睡 因为这样会加重了腰部的负担 第六,梳化和床褥都要有足够的承托力 承托我们的腰、背、臀部 好了,说到这里 如果你说我好多事情都做完了 不过我的腰酸背痛是持续 并且会影响到生活的话 记得尽快去看看医生啦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远离腰背痛 拜拜